這個手的造型做其實蠻仔細的 刻的算很好 那除了這一點以外還有個地方我覺得蠻重要的地方 在於他的手掌的材質非常的軟 就是以很多可動玩具 尤其是如果你的手部是要持武的話 其實手指的柔軟非常重要 因為你手指的材料如果相對軟的話 你看武器是要握是不是很簡單 然後武器握比較好握的 應該說比較容易讓武器拿上拿下 這個點其實很重要的地方在於說 他可以減少你的武器出現破損的機率 我覺得這地方做得非常的棒 跟大家分享一下